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這是快打旋風對決3Fight 旭哥首先今天這集要講兩大重點 那都非常重要非常實用的攻略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奧義 關於這奧義它這個是有神技的 它是可以去斷招的 會講一下奧義各種神技的斷招法 還有就是比較好用的奧義會用哪一些這樣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攻略 第二個會講這個手動模式的攻略 手動模式可以讓你推官推的很爽 就是你可以慢慢的去用 然後有手動模式各種技巧還有這種 神奇的接法各種神技 各種好用的攻略都會分享給大家 第二個手動模式 好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記得訂閱旭哥握開明號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最新的手遊攻略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 遊戲的虛寶區好獨家最新的 分享這個快打旋風的攻略專區 那這邊目前有21部加上接22部影片 關於隱藏神角 平民神角 然後風隊火隊雷隊必殺技連招 各種最好用的角色攻略 還有這個禮包碼 各種最新的可以拿到轉彈 什麼的 還有抽轉彈 然後像是那個一波流啊或是 像是各個隊伍都有 那昨天有講這無課玩家的舊級攻略 就是可以寧願可以就是拿到各種資源 都很詳細的攻略 那無課玩家因為旭哥無課嘛所以就是有分享這些攻略給大家 好那我們就開始進入這個主線吧 Let's go 好那無課玩家的旭哥呢來挑戰一下這個主線8-17了 那我們首先講一下這集主要是講解這個奧義啦 像旭哥比較常用的是這三個 叢林雷暴 然後東降亂舞還有這個幻影掠陣 那主要講一下先講這個好了這個叢林雷暴 叢林雷暴他可以對這個最前幫呢造成大量傷害 並有30%呢附帶這個觸電效果 然後假如有沉默的話也可以這個附加暈眩 那東降亂舞的話他是全體造成傷害附帶一個這個中斷 對方正在施展的技能 那他對霸體的無效那還蠻好用的 中斷技能這招蠻好用的 再來另外一個這個幻影掠陣 幻影掠陣也是對全方造成這個 敵方全體造成傷害然後有 每次打擊有失誤怕機率附加流血重傷還有破甲狀態 這三招都非常實用啊 然後可以有時候可以斷招斷招就非常好用所以旭哥來用一下 基本上最主要是用他的斷招我用手動玩好了 手動玩就可以慢慢放這樣 先放 先斷他招 然後放這個 然後接下來接這個 Julie的第1招 然後接這個第2招 然後第3招再接起來 然後這個 放下這奧義 電一下他們 然後接下來就是讓這個 啊靠沒接到 忘記接了 因為剛才講話忘記接了 沒關係還是 還是打了 還可以接奧義 手動的話其實 手動的話其實還不錯 就是你可以這樣接奧義 8支17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繼續挑戰這個主線的8支18 那一樣這次還是會按手動然後主要還是用這個叢林雷暴 東講亂武還有幻影掠陣 基本上呢這個 就是東講亂武真的算蠻實用的 拿來斷招的話 好那其他像是這個絕對防禦像這個能量超載還有這個花術 降影就比較少在用 那一樣就是我們就是盡量讓他們鑽招這樣 所以我們來玩一下 那我就是 用手動 先讓他鑽招 來囉 挂了 我放了 所以就是只剩這個可以 先墊一下 好 就這樣就突破了8支18 好那我們繼續來推8支19囉 然後陣型一樣 然後就是一樣用這三個 東講亂武 叢林雷暴還有幻影掠陣 就是用這個奧義去斷招然後 主線就是 連招把他接起來就可以推了 那一樣我們用手動的 推過去啦 推過去了 推過去了 這個8支19 順便把8支20也推一推好了 那還是一樣就是用這三個 東講亂武 叢林雷暴 幻影掠陣 那要用手動模式 手動模式 手動模式的話盡量把速度調慢 放下這個好了 放下這個好了 幻影掠陣好了 好 撞掉了 挖掉了 電一下你們 好 就這樣推過去了 8支20也一起推過去了 就這樣一路順順的推下去啦 底下獎勵 就是玩這個手動模式 那接下來挑戰這個主線的8支21啦 無刻繼續挑戰下去 那我們一樣 使用這個 東降亂武 叢林雷暴幻影掠陣 然後主線這個訣竅呢 講一下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你速度先調慢 然後招式有連到這樣 招式要連到 招式要連到 像現在是他們放招的時候就可以斷他們招 好我現在接的是用龍浪生龍拳這樣 也可以 可以 我可以這樣接 KO 這個8支21 8支22也一起推一推好了 一起浴室先 這個剪影 這個是 C Viper 啊對啦 一直推下去 我們推一下這個主線8支22 一樣調慢 主要這個重點要把它調慢 然後手動招式要接下去 然後 順便就要斷他的招 這個他現在放的時候就斷他的招這樣 斷招要有技巧性的 好我接一下生龍拳好了 KO 有沒有 就這樣主線一直推順順推了 8支23我們繼續推下去 8支23我們繼續推下去 一樣 就是把速度調慢這個是訣竅大家記得一下 然後對方放招的時候呢用這個 東降亂武去斷他招 然後再接下來去接招 就這樣 好就這樣KO 好吧那今天的攻略就錄到這邊啦 這個主要是分享一下這個主線的這個 手動模式 然後這個奧義的這個 使用 奧義的使用時機蠻重要 像東降亂武這個斷招我覺得是一個神技 奧義這個算是一個神技 好那今天攻略就很完整的就是實戰給大家看 非常多場 一直推給大家看 好那就錄到這邊 記得訂閱旭哥 看旭哥手遊攻略 快打旋風專區 我們下次見 別忘了